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一款新的手機遊戲喔 那這款手機遊戲基本上是在我們5月27號的時候就可以開始開放下載 那是一款那個灌籃高手遊戲喔 那不知道大家現在知不知道灌籃高手是什麼啦 那基本上這個施哲平那個年代算是黑子籃球的一個那個動畫片 現在基本上應該還可以搜尋到而且非常的好看喔 那不行這款遊戲的話我一直以為它是一個那個 球員培育的一個遊戲 那結果後來發現它其實有點像是我們就是傳說對決啊 或是我們英雄聯盟那種就是你裡面的話會有一些就是你可以選擇的角色 那你可以用這些角色的技能然後去跟別人打三打三的一個就是那個 啊比賽喔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些角色的話基本上是不用抽的 它有點像是我們那個傳說對決那種感覺 就是你要去商城啊然後買他們的資料商店就是買他們的卡 那這些卡的話都可以用我們的就是籃球幣去買喔 所以算是買一隻角色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不像是要訓練那是我們卡片球員的卡牌 那種感覺所以就是練一隻英雄的那種感覺喔 那裡面的話呢都有一些就是角色的專屬一些技能啦 那這邊的話大家都可以就是來這邊看一下這些角色技能啊 要怎麼玩啊或是你可以先來這邊訓練一下 就是看它要怎麼使用這樣子喔 那如果大家以前沒有玩過我們那個就是 FreeStyle街頭籃球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來試試看這款遊戲 那基本上它算是就是手遊版的一個那個FreeStyle的那種感覺啦 我覺得還算是蠻好玩的那基本上因為這個是我們灌籃高手的IP啦 所以哲平自己是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那哲平最喜歡的當然就是山頸獸啦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玩一下我們的山頸獸喔 那基本上這款遊戲的話應該是跟別人一起組隊 然後來跟別人打一個三打三 然後取得我們籃球幣這樣子 然後也有排位賽這樣子喔 不過排位賽目前來做的話 那我感覺我應該是嗯 不太敢打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打得贏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什麼個人排位跟組織排位 不知道等級八等的時候才可以打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先來玩一下對戰模式喔 它這邊的話也叫我們要打這對戰模式 三打三每天都會開放 然後這邊的話你就可以就是在這邊選擇我們那個角圓喔 那這邊的話都有一些我們的那個就是 呃PG就是我們的那個控球後衛 然後我們的SG的話就是得分後衛喔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都是東西的設定 然後SF就是小前鋒 PF是大前鋒 C是我們的中鋒喔 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話就是 欸 算了不跟大家解釋 反正它這一款就是籃球類型的遊戲啦 然後你進去的話就可以跟別人就是來做那個 呃排位的一個就是排程喔 然後排到人的話你就可以跟他們一起就是 協力來抵 就是抵擋一下對面的那個公式 那基本上是我們那個 三打三的模式喔 所以基本上的話你就可以就是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些限免球員啦 那我當然是選擇我們的 三井獸啦 因為我是SG嘛 然後C的話 反正每一隻角色球員都有一些就是他們專屬一些那個效能啦 那像三井獸的話他就是那個 我們的得分後衛的那個就是設計啊 所以基本上這個SG跟C跟SF的話是方便讓你自己隊友知道 你今天可能要選擇什麼角色這樣感覺喔 那這個話大家應該玩久了就知道 反正籃球的話就是 要有一個得分的然後要有一個搶籃板的 要有一個就是自由的那種感覺那種感覺喔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打贏對面 我們可是三井獸的是不是 教練我想打籃球好不好 那這款遊戲的話其實如果他不是那種就是 揚卡牌遊戲的話我覺得就還蠻有趣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類似選我們英雄的一個遊戲 我覺得就是很像在打那個承受對決的感覺 那玩法的話就是類似我們那個就是 呃以前有玩過那個的話就是 這種遊戲啊就是 你在玩那個我們傳說對決的那種感覺喔 就是你可以就是用我們英雄啊然後去幹嘛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話就是要傳球給隊友然後製造空檔 然後擋切走路一下然後給一下仙道喔 不是啊你們幹嘛啊 自己來 欸這邊這邊空檔空檔 受干擾了但是命動率下降 我主要我的三井獸怎麼有點投不進 欸我們又好了又好了傳球 反正這遊戲的話基本上就是跟另外兩個隊友 然後要做一個就是籃球的得分這樣感覺啦 所以以前玩過Visdial的話應該會比較就是 清楚一點點我剛剛講錯我剛剛原本要跟大家介紹 Visdial就我在那邊講什麼什麼東西 欸上籃 水喔 所以就是你要抓控檔啦 控檔的時候投來的時候命中率會比較高 跟你平常在打籃球的時候差不多 所以你要做一些擋切的動作這樣之類的 就沒什麼問題了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我怎麼覺得我三井獸的三分球命中率有點低 我覺得這款遊戲要要進球好像有點 不是說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可以去操球有沒有看 我們這邊就操到球了 先到 水喔 傳球 然後再走一下 破側不虎 投籃 欸我這邊還受到干擾喔 我的天 欸我們隊友其實還蠻會投的欸 為什麼又受堪擾啊 欸我三井怎麼投不進球啊 欸 嘿嘿嘿嘿嘿 三井 你的三分球勒 那來捏 仙道給你 我覺得仙道都比我準了 呵呵呵呵呵是不是我能力等級太低啊 太扯了吧 喔 抽到球了 然後他每一隻角色都有一隻專屬的技能啦 所以大家的話這個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喔 因為他會有一些就是專屬那個角色的一些就是動作跟那個東西 那像我們以前V賽的話就是你練到一個等級之後 你就可以去買那些技能 然後我們這個模式 我們這個遊戲的話是 每一隻角色他有專屬自己的一些招式這樣感覺喔 然後我們右上角那個MVP回溯就是我們那個大絕招啦有沒有 水喔 終於 小三終於進球啦 哈哈 那個右上角那個MVP回溯就是我們大絕招 就是你放的話 基本上好像會直接得到很多分什麼那種感覺 或是一些特殊的技能能力啦 角色能力喔 所以大家的話這個遊戲是有大招的喔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欸 我們打了這麼久才9比4欸 來來來 Pass Pass 喔 水喔 有沒有 砍三分交給我啦 這場的話我們應該是贏了好不好 所以這遊戲基本上的話他就是這樣子玩的 你主要來說就是要盡量製造自己的一個空檔啦 如果你會打籃球的話基本上應該會 比較能夠就是更快的熟悉這款遊戲這樣子 我覺得是還蠻好玩的 阿你如果不會打籃球的話基本上就是 傳球給隊友然後你用你的角色去跑位 然後跑位之後拿到球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做一波那個就是進攻這樣感覺喔 那你平常就有在打籃球的男生的話 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你應該會還蠻喜歡 就是手遊版的那個 V style 但是每一個角色的話他都有一些專屬的技能喔 那那些技能的話要怎麼使用的話 你都可以在這邊再做一波選擇 然後等級提高的話你就有更多一些選擇 所以角色的話跟你自己那個等級 好像還是有一點點那個差距的 然後最後的話還會打出一些那個 角色天賦的東西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算是蠻好玩的 每天可以來個幾場啦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喔 再打一場好了 蠻有趣的耶 啊我這句好像忘記選擇 我要SG還是什麼了對不對 算了沒關係 反正盡量就是先讓大家知道 你要玩什麼角色啊 就像我們在打那個傳說對決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一樣我們要那個 要打什麼位置就先選好 這樣會比較好喔 好我們這邊的話要打 得分後衛勝率100%有沒有 我覺得這其實還蠻有趣的耶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籃球遊戲做成就是類似我們那種 傳說對決的那種感覺喔 因為以前來說我們這種籃球遊戲的話 都是那個養一隻角色 然後慢慢把他能力養上去 結果沒想到現在這個模式的話 他算是一個就是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球員 然後來跟別人對戰這樣感覺 我覺得還算是 還算是蠻有趣的這款遊戲耶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 他是一個卡牌的那個養成遊戲 結果不是喔 他他居然是一個 類似這種的MOBA GAME啊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喔 那你就可以自己練習 你自己喜歡的那個英雄角色有沒有 然後讓他變成更刀等之後 然後就是讓跟跟跟多人 然後拿去打牌位這樣感覺 我覺得還算是蠻好玩的喔 這個話我應該會想要繼續玩下去 因為我一開始看別人玩的時候 我想說一個人控制三隻角色也太累了吧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是 類似那種就是傳說對決這種感覺的東西喔 欸欸欸欸你自幹喔 我三分球大王欸 欸刺木 刺木 傳給刺木 刺木 嘿 欸欸欸 刺木漏球 後撤 水喔 他這個技能的話就是你在中間那條線的話 你可以後撤然後到三分球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的話你 我覺得打牌位的時候應該會比較難一點點喔 這個遊戲 哎呦哎呦 欸完了 哎呀哎呀 欸我們的籃板球好像很猛喔 空檔 欸不是啊 三級你不是空檔都會進了嗎 出什麼事情了 交給我 有沒有 我們就是這樣玩有沒有就是 我們會就是利用角色的那個傳球 來去就是吸引別人注意力有沒有 你這遊戲不是隨便亂幹的 因為你看我們空檔的時候也不一定會 會進球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要做一波那個擋切 哎呦 對面這個好像很會喔 然後就是大家會幫我們卡位子 然後你可能就是 就是利用他們的身材然後去卡位 然後我們有空檔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就就投球這樣子 有沒有 哎哎呦 水啦哎 我們的先到很會搶籃板耶 這遊戲基本上你只要有很會搶籃板的人 都很不錯 然後後側 空位命中 哎呀完了可惜 哎我們的 我們球員真的都超會搶籃板的耶 再來 空位命中有沒有 基本上就是要好好的去防守人啦 我覺得目前來說打新手場的話 他們真的都還不太會 還不太會防守 哎呀你看我連連我都不太會手 其實這遊戲我覺得 比那個我們那個還要還要難耶 就是比我們那個Vstyle那個防守還要難這樣 來來來 我側步 受到干擾了 因為以前來說的話我們的角色升級或是有一些技能能力啦 然後只要空檔的話基本上都會進球 但是 這款遊戲的話命中率其實沒有說那麼的高就是 哎 會 然後騙他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投球的時候他就會抓 然後 他就會跳起來有沒有 然後 我們就騙他這樣子 哎 完了完了 這好像 傳個幾次之後很容易失誤耶 我覺得這算是做的還蠻有趣的 因為 就是他會有一些就是那個 機率性的東西 拾木 拾木 C上 水喔 有沒有 就是這樣玩的 其實 這一場時間還算是蠻短的耶 真的還蠻好玩的喔 所以這遊戲的目前玩法的話就是這樣子啦 如果你有打籃球的一些就是我們的那個 觀念的話呢 玩這款遊戲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那如果你有玩過我們的那個 VStyle的話 就是街頭籃球那個電腦遊戲的話 應該也會更厲害這樣子 所以 這個的話我覺得到時候打到那個排位賽的話 我們可以再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排位下的一些就是 牛鬼蛇神啦 因為我今天也才剛玩 不過我覺得這款遊戲目前來說他這樣設計的話 我是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因為 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那個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養卡牌遊戲 就不是喔 他基本上他是一個那個 類似我們選擇英雄然後去跟別人對戰 然後可以買英雄那種遊戲的話 我覺得就真的做的還不錯 所以 這款遊戲目前來說我覺得 嗯 值得推薦 因為 他只是不 他不是那種練卡牌就很好 因為 你練卡牌的話 你基本上練高一點 你那個能力都比別人強 那 別人的話 基本上一定打不過你啊 但是如果是這種靠技術的話 我覺得真的還蠻值得推薦大家來玩一波囉 而且 灌籃高手的話這個IP其實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而且我自己個人也是非常喜歡的 所以 我們接下來的話就看一下能不能用我們山頸獸來帶影更多人 來影響我們的勝利囉 那明天早上時間中的時候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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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點 多 影片 大家看一下啦 那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